五月二十一日 是二十四节期中的小满 民间常说 小满小满 卖力渐满 而就在麦子西江江满 但又未完全成熟时 赵涛家都会有二十多天 做碾转的时间 妻子高秀梅在外叫卖 赵涛在家制作 这项极度消耗体力与精力的影声 夫妻俩已坚持二十多年 每年走走都收个十来斤 赵涛说忙一点累一点吧 加两三年农一万多块钱 一月都是那两千多块钱 小麦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农作物之一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以小麦为主食 中国小麦最早出现于四千年前的 新疆孔雀河流域 从此中国人对土地的情节也定格在一个个金黄饱满的麦穗上 从一粒麦子到一个馒头 再到不同口味与花样的面食 千百年来 中国人对麦子的精彩演绎从未间断 在几圆西区村 这里的麦子可以直接食用 碾转 顾名思义 就是当年的清麦粒 在转动的碾盘上没出来的一种食物 清洗过的麦子 加大火翻炒 可以逼出麦子里多余的水分 从而使磨出来的碾转 更加筋道香甜 赵涛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多年的炒麦经验告诉他 麦子炒得太轻 容易粘连碾盘 而太干 碾转会偏细偏硬 降低口感不说 一旦失去麦相 所有付出换来的报酬 将大大折扣 每到中午 儿子雪飞都会趁下班的时间 回家帮忙 从小吃年转长大的他 对这些工序都娴熟于心 但雪飞始终不愿接过父亲 做年转的手艺 我不是他们要干的话 我都不可以让他们干 蒸钱的蒸钱就他来 中午年还都顾不上吃 早上也顾不上吃 他背起来 他都不干 咱能干了不干几年 干不动了都不干 为了保持麦子里的水分比例 炒好的麦子 不能被太阳暴晒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借助锋利吹干 一场雨让赵涛意识到 一旦太阳出来 西满江的麦碎 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内 全部变黄 一场雨下明天太阳一晒 全部都晃了 越下熟越快 上面晒第二季整 不到熟吃后来 这有可能是赵涛家 今年最后一次割脉做年转 麦里西江不薄 水分量大 做出来的年转口感不筋道 而麦里过熟又口感太硬 难以下咽 而麦子不清不黄的最佳时期 只有二十多天 每天中午十一点多 高秀梅都会赶早逝归来 作为丈夫的得力助手 开朗的性格 使她年轻时就善于与人打交道 也因此成为村里迈念转的能手 上末之前还有第三次清理麦皮 只有把麦皮彻底清理干净 才能保证年转最终的口感 在两个磨盘之间铺上些许麦粒 避免在磨盘上的麦粒未下来之前 两时相磨损坏磨盘 年转曾经是村妇们 提着肥嫩的清麦 到水墨时中推碾形成的寸序 淡清圆条 在赵涛夫妇所在的西徐村 每年做年转的人家 多达二百多户 浓浓的麦香气 会一直弥漫整个村庄 一开始给我去买年转 年五六七戒 我家都是其中自由 带领全群人买年转 一开始是手戳猛猛 那个时候我磨子不到两时 一百斤跟一根 我磨子这年二十四了 为了在短短的二十天内 获得最多的报酬 高秀梅一天卖两次年转 除了下午的走街串巷 高秀梅绝不会错过 人流量最多的早市 对于这种直接从土地中获得的天然食物 几元人有着源于记忆中的情感 尤其是老一辈几元人 年转给予他们的不仅是一种丰收的喜悦 更是一种乡土的味道 我真是没费过来 你都不够装了 我先给他装一下了 我先给他装一下了 我先装一下五块呗 我先老大一上了 把肚子弄了一九千了 回家放到我年了 再吃 叫我累死了 你跟我说的 这是二十多天以来 高秀梅做的第一顿午饭 除了直接食用之外 碾转的做法也无非就是凉拌和炒鸡蛋 虽然每年做碾转 都一场辛苦 赵涛夫妇依然希望能再多干几年 他们知道 当麦香气飘散开来的那一刻 所有的辛苦都将烟消云散 解法来 心里面可高兴 还会继续装 早上个三年来年 等我赢普了 赢嫩嫩嫩 我都不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